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对吧 但由于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的尖端交汇 我们离这个现实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近 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深入探索我们为什么会做梦 还有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梦境分析 以及未来在理解甚至重现梦境方面可能会带来什么 几个世纪以来 梦一直让人类感到困惑 古代文明认为梦是神灵的讯息 有些人则认为梦是未来的预示 如今 我们借助科学工具来探索这一神秘的领域 而我们所发现的东西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 首先来谈谈基础梦到底是什么 梦是我们在睡眠中 尤其是在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阶段中 出现的一系列图像 思维和情感 梦是很奇怪的 真的非常奇怪 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倒挂在一个充满牛奶的洞穴中 下一秒你就和一个既是你朋友又是你母亲的人聊天 这些超现实的体验毫无缝隙的转换 打破了所有现实的规则 然而在梦境中 这些都显得极其自然 只有当我们醒来时 我们才会想 天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 为什么我们的睡眠大脑会容忍 甚至接受这些怪异的事情呢 关键在于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做梦 研究表明 做梦在记忆巩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大脑并不像硬盘那样被动地存储记忆 反而是积极地将新体验与有记忆结合起来 帮助塑造我们的自我认知 身份认同和对世界的理解 你看在白天 我们的大脑会接收到大量的新信息 像是面孔 事实情感和经历 但我们的脑袋并不是直接存储这些记忆 它们需要被分类 处理 并与我们以有的知识结合起来 而这正是在睡眠中完成的 想象你的大脑是一个巨大的档案系统 白天 新记忆被创建 但它们不会立即被存档 相反 它们暂时存储在大脑中的一个区域还马蹄 它就像一个短期记忆库 当我们睡觉时 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 我们的大脑开始将这些短期记忆 转移到大脑皮层的长期存储中 那么 这些记忆是如何存储的呢 与电脑中的文件不同 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孤立的信息块 而更像是拼图的一部分 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连接 假设你处于一段长期关系中 你伴侣的面孔是你每天见到的最熟悉的事物之一 大脑不会每次看到它们时都创建一个新的记忆 而是将新的体验与它们面孔的 已有记忆联系起来 这种效率对于处理和存储大量信息的大脑来说至关重要 这么说吧 这就像你整天在记笔记 然后把它们扔在一张杂乱的桌子上 晚上 当你睡觉时 你的大脑会将这些笔记整理好 并归档到正确的位置 这个过程不仅帮助我们保留重要信息 还能强化我们的记忆 使它们在未来更容易被回忆起来 因此当我们做梦时 我们的大脑会激活并重新激活这些记忆 就像测试电路系统中的电流一样 但由于我们在睡眠中 不数现实法则的约束 这些重新激活的记忆 可以以各种不寻常且创造性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举个例子 假设你对即将到来的会议感到焦虑 你的大脑会创建与这种焦虑相关的新记忆 在睡眠中 它可能会将这种新的焦虑与旧的记忆连接起来 比如你对公开演唱或第一次尝试潜水时感到的焦虑 结果呢 你可能会梦到在水下唱歌 尽管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 但你的梦境大脑并不在意这些规则 它只是在努力处理情绪 连接记忆 并理解你的体验 而且因为这一切都基于记忆 所以无论梦境多么奇怪 感觉上依然是熟悉的 所以 实际上我们的梦是有熟悉的元素面孔 地点 情感拼接而成的一个新的 往往离奇的配置 这就像你回家后发现家具被完全重新排列了 你认得出房间里的所有东西 但布局却完全不同 你的大脑在梦中处理记忆时 正是这样做的以一种看起来奇怪 但依然熟悉的方式重新排列它们 这种记忆拼接是为什么即使最奇怪的梦境在当下也不会显得奇怪 我们的大脑被硬性的设计成识别熟悉的事物 即使它们以不合逻辑 不符合现实的方式呈现 而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梦到在牛奶洞穴中飞翔 和你的伴母亲伴同事一起 而你会觉得是的 这没问题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过梦来进行这个过程呢 其实梦被认为是大脑重播或预演这些记忆的一种方式 通过在梦中模拟经历 我们的大脑能够测试不同的场景 加强学习甚至帮助我们解决在清醒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不是巧合 研究表明 睡眠 尤其是做梦 可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像你的大脑在幕后工作 在你睡觉时继续解决问题 但这还不是全部 梦也在情绪调节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白天 我们会经历各种情绪压力 快乐 焦虑 兴奋 所有这些情绪都会创造出情感记忆 在快速眼动睡眠中 我们的大脑会处理这些情绪 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和调节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在一个好叫后 你会发现自己对某件事的看法有所改变 你的大脑通过在梦中处理情感压力 帮助你在醒来时更有效地应对它 更有趣的是最新研究表明 做梦甚至可能具有生存优势 微信模拟理论提出 梦境化为一种让我们的祖先在安全环境中练习应对威胁的方式 想象一下梦到逃避捕食者或与敌人战斗 这些梦境让早期人类能够在没有实际危险的情况下练习生存策略 所以下次当你从一个离奇的梦中醒来时 记住这只是你大脑在进行深夜整理 把你的体验以一种帮助你理解世界的方式混合和连接起来 梦境可能很怪异 但它们也是我们了解大脑复杂性的一个窗口 当然并非所有的梦都是愉快的 比如噩梦是一种令人不安或恐惧的梦境 但即便是噩梦也有其目的 它们可能是大脑帮助我们在受控环境中 面对和处理恐惧的一种方式 总结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做梦 梦具有多种重要功能它们有助于记忆巩固 情感调节解决问题 甚至生存训练 我们的梦境并非只是随机毫无意义的体验 它们对于我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直观重要 所以下次当你从一个奇怪或生动的梦中醒来时 记住这是你大脑的一种方式 帮助你保持敏锐 情绪平衡 并为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做好准备 这些离奇的梦境通常转瞬即逝 一般在我们醒来的十几分钟以后 就会被完全遗忘 我们如何把梦境记录下来 并像看电影一样来重放呢 2023年 日本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开始解锁人工智能 如何与我们心灵之眼互动的奥秘 研究人员使用功能性词共振成像 FMRI来捕捉参与者入睡时的大脑活动 同时收集所有的动态数据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 它们能够训练机器学习算法 从大脑活动模式中识别出特定的物体 比如钥匙 椅子 甚至试人 然而 这项研究并未聚焦于深度梦境 而是集中在睡眠的最早阶段 我们的大脑开始进入梦幻般的状态 充满了短暂的视觉图像 这些早期阶段被称为入睡阶段 在此期间 大脑开始产生科学家们称之为的临睡幻觉 为了准确了解参与者的经历 他们必须在这些图像出现后立即醒来 并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虽然这种方法很有趣 但它只是揭开了梦境神秘世界的一角 那么我们如何从解码简单的入睡图像 发展到完整的 重现我们的梦境呢 答案在于数据大量的数据 要创建一个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A 我们需要来自许多能够生动回忆梦境的人的详细FMR数据 但问题来了 人类的记忆 尤其是梦境的记忆 是非常不可靠的 挑战不仅在于捕捉大脑活动 还在于将其与人们实际梦见的内容准确匹配 有趣的是 我们在类似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 有研究记录了参与者在观看视频 聆听语音录音或阅读文本时的大脑活动 通过分析这些FMR扫描 略已经能够令人惊讶地预测出 一个人在清醒时看到或阅读的内容 现在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拥有了紧凑便携且足够安静的FMR机器 让我们可以在睡眠时安然无恙地扫描大脑 再加上一个经过大量梦境相关 FMR数据训练的AI 我们可能可以生成你的梦境视频 那么这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呢 像Oban AI的Sora或Google DeepMind的Lumia 这样的生成事AI 已经能够创建梦幻般的视频序列了 这些AI可以利用梦境分析AI提供的数据 生成你梦境的视觉表现 这就像拥有了自己的梦境导演 随时准备将你的夜间冒险生动呈现出来 然而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大前提 这些AI并不是在真正读取你的思想 它们是在将大脑活动模式与它们之前所见的图像进行匹配 生成是AI不知道它生成的视频是否与你的梦境一致 它只是根据提供的数据创造出看起来像梦境的序列 所以 虽然观看自己的梦境录像的想法 令人难以置信地引人入胜 但重要的是要记住 我们正在开发的技术仍处于初期阶段 人工智能是强大 聪明 甚至有点神秘的 但在涉及我们的头脑和梦境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才能实现完全准确的捕捉 感谢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 告诉我在评论区 你做过最奇怪的梦是什么 大家晚安 好梦连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